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近來香港的情況就不斷加速 其實美國方面也是不枉多樣 一樣就是照踩行有全速前進 在昨天美國國務院就公佈了第三輪的制裁名單 今次榜上有名的14位官員 全部稱一色 都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 當然這些名字在香港人的眼中就是比較陌生 我在網上看到不少網民留言 就說根本上都不知道這14人是誰 這些措施沒鬼用的浪費 實情這班人根本上完全不理解這件事的本質 蓬佩奧擠得這14人上的制裁名單 當然有他的心意 蓬佩奧這次其實是想玩鋪勁 昨天公佈的那張制裁名單 就叫做項莊無劍 自在配工 究竟配工是什麼呢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昨天美國國務院頒布那份制裁名單 可以說是一次破天荒的行動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全國人大就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也是擁有著立法權力 蓬佩奧昨天一口氣制裁了14名副委員長 從規模上來說 絕無僅有 從來未試過有一個外國的立法機關 曾經受到美國國務院的如此對待 在規模上已經很厲害了 另一方面就是有關於官員的街位 頭那兩次制裁的名單上 主要都是集中在那些 香港的官員 或者是派駐在香港的那些北京官員 那些官員的街位普遍就是比較 沒有那麼高 這次被制裁的14位 全部都是叫做副國級幹部 大家就會看到 在被制裁官員的街位上 這次就是跳躍式 不再是一層一層來上 所以其實蓬佩奧自己本人都在加速 副國級以上就是政國級幹部 有些什麼人呢 黨總書記 國家主席 國務院總理 全國人大委員長 政協主席 軍委主席 以及政治局的7位常委 那究竟現在被制裁的這14人 是不是蓬佩奧的終極目標呢 看怕就未必是 因為蓬佩奧自己本人也沒有提及過 說這次的這張制裁名單就已經是最後的一張 意味著 將來可能還會有人 被列入制裁名單當中 那究竟那些會是什麼人呢 這個值得大家來去思考 因為大家看到蓬佩奧現在的操作是跳躍式 現在已經是上到 副國級幹部的時候 如果再有下一張名單的時候 那究竟在榜上的會是什麼人呢 按照正常和合理的邏輯推論 答案都很明顯 所以蓬佩奧就不是說什麼是渣流灘的 而是有了部署 相反 如果在昨天公佈的那份名單之上 仍然是那些很低階位的人士 那基本上就會顯得很無突破 另一件事就是 到底蓬佩奧接下來的一個月 他的步伐是會全速前進 還是會暫時歇一歇 我相信 美國大選的選後爭議結果 是會主宰他的步伐 他其實也是看餐吃飯的 他就要看看到底 特朗普能不能夠在那個 爭議當中 爭贏 如果說爭得贏的時候 當然蓬佩奧就會有多四年的時間來去操作 萬一有些不理想的情況出現了 在接下來的一個月 我相信蓬佩奧更加知道 是會毫無保留去到盡 接下來就再講一下 第三輪制裁名單的真正影響到底是怎樣 其實這次的制裁名單 比起頭兩次 那個影響是為之深遠的 蓬佩奧昨天提到 受制裁人士及其家人 將會被禁止入境美國 而他們在美國的資產 會被凍結 並且禁止他們 跟美國人進行交易 當然這些措施 純粹是針對被制裁人士及其家人 本身 但是大家就不要忘記 其中有一個條款就是 凡是哪些銀行及金融機構 向那些被制裁的人士提供服務的話 那些銀行都會遭受到 引申出來的二次制裁 大家知道林鄭之前也說 沒有一家本地的銀行是願意向他提供服務的 所以他又要現金出糧 又擺到一屋都是銀紙 那個李賓府 不單止是林鄭 例如鄧炳強和李桂華等人 他們在被制裁之後 都很快地還清了 那個樓宇案件 因為他們不還清的時候 銀行就會中招 所以 這些事情背後就反映了 香港 沒有一家的銀行 願意冒著 二次制裁的風險 來向那些被制裁的人士提供服務 問題就來了 這次被制裁的十四人 就是副國級幹部 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所以這次中國政府的反應 就會很關鍵 究竟是撐得行 定益或妥協 搞不好 隨時就會引致金融脫鉤的危機 究竟會有哪幾種可能的情境出現 第一種就是大陸政府決定 不妥協 繼續利用旗下的 銀行向這十四人提供服務 但是那家銀行就要冒著 給美國二次制裁的風險 所以到最後 會不會是演變成為 有另一家類似昆倫銀行的物體 專門為這十四人服務呢 這是其中一個的情境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銀行繼續向這十四人提供服務 只不過這十四人就不是用真實的身份 而是用一個虛擬的身份 但是美國的情報系統就不是流 一旦被美國發現得到 又是出事 當然還有第三個可能性 就是大陸妥協 不再向這十四人提供任何的銀行服務 於是就像林鄭那樣 一屋都是銀子 分分鐘還數以敦計 無論是哪一種的情境發生 其實這十四名的被制裁人士 都會面臨著一個很大的難題 就是他們再難以把資產轉移到外國 如果沒有銀行願意向他們提供服務 就很容易理解 錢都變成現鈔 都提出來了 那就轉軌轉馬 就算有銀行願意向他們提供服務也好 那家銀行向他們提供服務 其實都會自身難保 萬一被美國二次制裁的時候 他就不能夠做一些國際兌換的工作 你就沒有辦法把那些錢 轉走出中國境外 所以 其實蓬佩奧 真的是老謀心算 排面看得見的那些全部都是虛招 什麼不讓他入境 或者是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 正如葉劉所說 他一輩子不再去美國 或者他在美國的資產馬上脫掉 那就沒事了 這些是虛招 實招是針對 銀行和金融機構的 引申出來的二次制裁 這招才辣 哪怕某一個官員 他擁有很多的資產 也好 喂 照計資產值 就不會大得 你的銀行的生意額 所以 其實就沒有什麼 哪家銀行會 主動願意 向那些被制裁的人士提供服務 沒理由就為了你一棵樹而放棄整個森林 就算大陸下令說 不要理他 照提供服務也好 其實錢都很難轉走 大家都知道 大陸很多人都喜歡走資 因為那些錢轉移到外國的戶口 才算真正落袋 如果每次都停留在大陸的 金融系統裏面 就會冒一個被割韭菜的風險 大陸那些人去做官 口說就叫做為人民服務 但是大家都知道 就算大陸普通一個川幹部 分分鐘每個月工作的油水 更多過林鄭一個月的人工 現在這14名人士 他們的資產就真的變了內循環 因為怎麼轉都轉不走 外國也沒有哪家的金融機構 願意收留他們的資產 因為那些外國銀行 他都不願意 冒著被制裁的風險 所以 昨天蓬佩奧出的這一招 其實是很狠辣的 他分分鐘就使得 做官的人都失去了為官的樂趣 因為那些資產就永遠內循環 多多少少就會打擊 這一幫幹部的士氣 所以影響是很深遠的 故此就不是說看到那張的名單上面 沒有一些香港人熟悉的名字 就說這些是浪費 沒用 實情這一次才是真正來了 我認為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